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学生打脸三国杀,我是小学生 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中胆英杰的第三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非常神奇的武将 非常神奇的武将 叫做这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三版的中胆英杰的这个排队 我们之前是看过了这个第二版 第二版的我们现在第三版的排队 我们来复习一下 就是我们军征160张牌里面 我们的顺手牵羊换成了声东击西 然后那个借刀杀人换成了气甲叶兵 然后 无中生有和那个五股丰灯啊 一共六张牌啊 换成了那个增兵剪造啊 换成了增兵剪造 然后 无懈可击换成了金蝉脱鞘 冰凉春断换成了草木皆兵 然后 闪电换成了弗雷啊 然后 呃 那个 清刚剑啊 清刚剑换成了那个七宝刀 就是那个 除了无私防具以外啊 若目标角色 没有受伤 该伤害加一啊 多了一个这个技能啊 然后 清龙刀换成了尊刚朔啊 尊刚朔的作用就是 让对手弃你一张牌 让目标角色弃你一张牌 然后你弃对方一张牌啊 是这么回事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版的这个牌队啊 第三版的牌队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看一下啊 这边 呃 对面是选了这个 明中啊 明中选了这个福王后 福王后是舍身的啊 福王后是舍身 那这样的话 它是这个 嗯 控场啊 那我们也可以控场啊 我们可以选这个 潮针来控场啊 这个潮针在这个 四四里面啊 其实那个控场的作用也是 不小的啊 只要它有装备啊 它弃一张与装备区里面 颜色相同的 非基本牌啊 就能够让 当前角色啊 就是那个 呃 当前回合的那个角色啊 在那个出牌阶段 不能使用和打出 与你弃的那张牌 颜色相同的牌啊 然后还 后面还有一句话的 此阶段结束时 若其余此阶段没有使用杀 视为你对其使用一张杀 就是说 这个潮针是可以 多出杀的啊 在如 在别人没有出杀的情况下 你是可以 视为对他使用一张杀的啊 那么这个潮针控场 就是靠这个叫做 四敌的这个控场啊 非常厉害的啊 非常厉害 那么它选 防号呢 我们可以选这 我们选这个潮针了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局潮针 到底有什么发挥啊 嗯 这边这个府皇后 挂这个 古丁刀加一马 非常不地道啊 这个 你作为一个府皇后 你挂加一马 你这是 在 坑你的 坑你的队友啊 福皇后挂加一马 那么这地方 魏延直接 起谋四啊 然后 哎 这个地方 他是要 打这个张角啊 他把自己的张角连起来啊 然后 增兵 增兵 减载 扔了两个杀 扔了七甲 叶兵啊 然后果拆桥拆一下张角 然后杀一道张角 然后摸 他这个地方啊 他选择那个 呃 狂鼓摸牌啊 其实 并不是那么好啊 我觉得啊 他这个地方 如果他狂鼓 回血 这边是有顺上香的 给他一个梁柱 给他一个梁柱啊 他可以摸两张牌啊 这个地方 他非常的 嘖 打得不好啊 这个地方 这个魏延 声东击西 他是把张角的 牌给福皇后啊 然后这个地方 他是跳了这个祖宗啊 跳了祖宗 然后这个地方 再来塞到这个张角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个地方 他还不回血啊 他还不回血 他 要是把这个香香的 香香是不敢不给牌的 因为这边魏延 那么多牌啊 如果香香不给牌 魏延就可以打他了 魏延就可以打他 因为魏延如果 骑手 开其谋的话 大多数情况是 跳那个 祖宗的 就是跳 对 跳祖宗的 香香如果不给牌 那就是明反了 那他就可以直接 打这个香香啊 但是他不回血 那是他自己有问题啊 有这个有问题 那么这地方 把那个张角打到了 那个 医学 然后这个地方啊 那个 呃 香香 居然直接觉醒啊 居然直接觉醒 那这样 直接觉醒之后 是一个反贼啊 直接一刀 把这个 九杀 把魏延带走啊 把魏延带走 他说 好了 我表演完了 表演完了 谢谢啦 那就谢谢你帮我们 呃 把张 加速了这个游戏进程啊 结果发现这个张角 是个忠诚啊 这个 看一个蓝蛮入侵 也是 痘痘的啊 痘痘的 这边张角杀一刀香香 那我们这地方 有神龙击西啊 给他一张牌 给香香 然后我们去杀他一刀 把这个张角打球逃 对的 刚刚那个蓝蛮 我们没有出杀啊 是那个 呃 没有注意啊 没有注意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一个烂银甲 烂银甲 是替换了那个 呃 八卦阵啊 八卦阵 呃 可以把闪 把刃头一张手牌 当闪使用啊 然后若受到杀的伤害啊 就弃掉烂银甲 弃银甲 那么这个地方 周泰啊 一个增兵减招 给自己 然后调戏 那个孙上香啊 那就是一个祖宗 那死了 一个那一个宗啦 那只能是他祖啦 只能是他祖 那么这个地方 王毅杀他一刀 剩下都是反贼 剩下都是反贼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四个反贼 推两个肉啊 推两个肉 按道理来说 那就应该是 非常的好打的 但是我们看一看 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那么这边 香香拆掉了 他的那个武器啊 一路感觉也是顺风顺水啊 我们这边火攻他一下 好我们发动这个斯底啊 斯底 然后他不能使用黑色的牌啊 哎他挂闪电了 然后他没有出杀了 我们就视为对其使用一张杀 这个斯底的这个控制作用啊 是非常强的啊 让对面不能出牌啊 然后他说 然后这边这个流汗 哎他为什么会杀香香呢 他去拆州 他还杀香香 他觉得这边的队友 也是除了那个内奸 打得不好以外啊 我们的队友也是打得非常不好啊 然后这边香香 觉得流汗对他 有敌意啊 那这边香香又打了一下这个流汗了 哎这是反贼 飙错了 那么这边这个周泰中了那个雷啊 中了那个斧雷 那么现在这个斧雷的伤害是两点啊 然后这个地方王毅又去杀一刀这个流汗了 但是啊 这个地方我们打死主啊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佛皇后有死了身的啊 这个也是 呃 弱势打死了主啊 那佛皇后的状态 直接是加到这个主的身上的啊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 呃 呃就不私敌他了 因为杀他的话 他还能够那个 舍身 还能那个 球员啊 球员完了 他掉血还能醉口 那就不去那个 私敌他 我们私敌这个周泰啊 让周泰不能出牌啊 让周泰不能出牌 然后这边这个 我们慢慢去杀他 慢慢去杀他 那这边皇后捞一下他捞一下他 不让他进入这个 结果这边流汗是 中了那个多少血的伏了呀 中了那个两血伏雷啊 现在伏雷变成三血啊 那边放权给我 你放权给我 完全没有意义啊 你自己还要扔牌 你不如直接杀他一刀 我又不能多杀这个周泰一刀 对吧 那这个自己有杀不杀啊 他自己留的一张 那个是 呃 叫什么来着 金蝉脱鞘啊 他扔那个金蝉脱鞘啊 他 你竟然脱鞘是能够回合外保命的 你为什么不留一下呢 你直接杀那个周泰 不就好了嘛 对吧 那这边我们把 我们 把周泰打到不去之后啊 开一个桃圆结役啊 让那个周泰 不能存牌啊 让他不能存牌 让他不能存牌 那这边伏雷 没有中了 然后给了 增兵减造一下 周泰 扔掉这个冠石斧 那我们出闪 他杀我们出闪 那这边伏雷 我们运气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一次都没有中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周泰啊 那我们就 这个烂银甲非常有用的 我们不想 这个扔 因为我没有闪啊 我没有闪 烂银甲肯定要留着 他就不扔这个烂银甲 去撕敌他 然后这边王毅也打他 把这边留闪 右凡有杀 为什么不杀呢 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奇怪啊 那这样我们 我们就杀了 他不杀 我们 我们又不能多出一张杀 这个完全没有意义 这个扔雷 又中了 但是他有白银狮子啊 刚刚那个扔雷 本来是 本来那个扔雷是三血的 现在是四血 这个三血又变成一血了 我们亏了好多点伤害的 其实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这里每一个伏格 去杀他就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 呃 我们的烂银甲终于被拆掉了 那这样我们就变成一个白板了 我们 这个 曹真在没有装备的情况下 就是一个四血白板 那么这个地方 他刚刚是中了 他刚刚是王毅 然后他 增裂他 然后他奋机自己 结果死掉了 死掉了 这边 扶王后把状态加到他身上了 蛇身 把牌和体力 回到这个周胎身上 然后这边 他变 瞬间变成了三血一把牌啊 变成三血一把牌之后 这边两个反贼都缠了 感觉是这有点 要被翻的 有那个感觉啊 有一点 这边又把这个流散收掉了 这边吃一个桃 开了 门路青 然后 我们也是有一点那么 害怕的 这个地方 王毅 没有桃了 他没有桃了 呃 然后 又中了那个雷啊 又中了那个雷 那没有办法了 变成我们对 我们单挑这个周胎啊 我们单挑这个 有防去 三不驱的这个周胎啊 三不驱的周胎 这个周胎啊 不是 不是那个不能纯白的周胎啊 这个 他的不驱 就是他的手牌上线啊 非常厉害的啊 这个周胎的单挑 但是他居然是选择 打空自己的手牌啊 那这样我们只要把他 加一马拆掉了 我们就能够去杀他了啊 这个单挑最 单挑的时候 其实无论什么时候啊 最忌讳的啊 就是把这个 自己的手牌打空啊 最忌讳的就是这个 永远 我们记得 我们 无论是认同模式 永远要保证 自己的这个手牌厚度 才能够跟对方 有这个 呃 博弈的这个资本啊 才能够有 跟对方打的资本啊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这个闪电 刚刚中了一次他 变成了两点啊 这个 弗雷啊 不是闪电 弗雷中了一次他 变成了两点伤害 我们这个地方第二次啊 但是他因为有白银狮子啊 每一次都只掉一血 我们亏了好多点体力啊 我们这个地方 嗯 这个地方他还是来杀我们啊 这个我们没有 没有装备啊 就是一个白板 白板跟一个三血三创的周泰单挑啊 感觉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啊 那么这个地方 他还是每个回合来杀我们 还好 能够摸到伤 非常开心 那两个伤呢 我们出两个伤 那么又轮到我们啊 这个弗雷要是中了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宣告GG了 现在这个弗雷是三点伤 诶 又雷中他一次啊 但是他还是只掉一血啊 然后变成了四点伤害啊 那么这个地方 他又要乐我们 又那个 还有一个弗雷 那这样我们扔声东机器啊 单挑里面来讲的话 声东机器是没有住 没有用的牌啊 我们可以直接扔 然后他断杀了 断杀 那这样我们有一个过去拆桥 那去拆掉他的嘉义马 单挑一定要拆嘉义马 然后去杀他 去杀他 诶 他没有闪啊 那么这个地方 他变成了四创 诶 这个又雷中他一次啊 我们雷中他多少次了 这个闪电 我们看一看啊 这个弗雷 现在是五点伤害 就是说雷中他四次啊 雷中了他四次 哎呀我们杀他 他又没有闪了 那这个地方他不去 中了那个点数了 中了那个queen的点数 他自己吃一个桃 然后这边我存不了牌啊 这个我是想他五创了 五创的话他要死 其实很容易的啦 就是周泰的不趋期望值啊 大概就是五六左右啊 五到六左右 那么就是说他现在每 我对他造成的每一点伤害啊 都是有机会让他死的 但是他运气也是非常好啊 这边是已经七创了七创 然后这边这个弗雷 这边这个弗雷的伤害 已经到了六点伤害了 就是说我们只要中一次雷 我们就要死 然而啊 然而我们就是运气好啊 一次雷都没有中过 哎 增兵减造啊 这个是生中机器可以扔 然后就觉得 他有连弩不杀 我们是肯定没有死 没有杀啦 那我们决斗他是放心的决斗 他这样我们体力已经不支了 健健的 这样只能去 赶紧把他打掉啊 赶紧把他打掉啊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肯定是 要撕敌他啦 肯定要撕敌他 对的 不让他那个用黑色牌 然后刚刚我们看到了啊 他没有出杀之后 我们撕敌了他 他没有出杀 那是视为我们对他使用地震的杀 所以他要打 他要打一张闪 来抵消我们这个撕敌的杀 这个朝阵 在控制系来说啊 其实是非常强的一个技能 来打这个撕敌 唯一的缺点就是 需要有装备啊 才能够发动这个技能 那这样我们这个雷 还是一如既往 没有中啊 没有中 那这样我们扔 金蚕脱鞘吧 估计啊 对的 扔一个9 扔一个金蚕脱鞘啊 这样摸回来一张牌 其实可以扔一个金蚕脱鞘 扔一个闪啊 说实话 嗯 不过无所谓啊 这个地方 我们 等一下 私敌用金蚕脱鞘啊 然后他又没有出事啊 那我们又杀了 杀了他一刀啊 那这样我们可以挂这个存刚硕去杀他 让他来弃我们的牌啊 我们也弃他的牌 让他 他爱奋鸡 那就让他奋鸡去啊 无所谓啊 他奋鸡的话会死的啊 是吧 就死了 那么这一局啊 我们这是运气非常好的一局啊 这个曹征的控制 再加上这个强运加深啊 强运加深 闪 那个扶雷 无数次的扶雷啊 这个扶雷是5 6点伤害的这个扶雷啊 一次都没有雷中我们啊 但是这个周泰就每次都雷中他 虽然他有这个白银狮子啊 但是还是没有顶住这个扶雷和我们这个司敌 以及我们回合内对他出杀的这个攻势啊 没有顶住啊 没有顶住 就这个周泰在七步驱的时候啊 就死掉了 死掉了 那也成就了我们这一次这个曹征 在这个烈士的情况下啊 这个对这个周泰进行这个单挑 也是做到了这个翻盘了这样的 嗯 这一局比较有意思的这么样的一个 这么一局游戏 好的 那么这一期的这个中胆英杰第三版啊 这个朝真反贼 单挑不屈周泰啊 那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谢谢大家 下一期 小学生打脸三国杀 我们不见不散 咱们 优优独播ov